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藏三伙达书为您带来的DOTA 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 也是2017年MDR的败者组半决赛由NewB对战OG的比赛 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发挥 那么NewB这场比赛一上来是搬掉了Jerox的土猫还有钢背兽 OG则是搬掉了小黑和虚空 看看OG一手抢到了小Y NewB咱们打这个小Y的体系准备 感谢不问归期赠送的猪队友 NewB自己抢了一个维萨吉 自己拿了一个维萨吉 这个维萨吉应该是给小明去用 那么一手抢的杀王应该是卡师傅的 OG的第二手英雄 其实维萨吉这个英雄在前期用来打钢三的话 杀王是一个比较擅长钢三的英雄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擅长钢三的配合维萨吉的点还是可以考虑打一号位的剧毒其实 但是不知道这场比赛NewB敢不敢打这个一号位的剧毒 OG在第二手是直接拿出来了一个卡尔这样的话是小Y的一个定点加上安娜的卡尔去天火收人头 大概前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这样的话OG应该是要在边路再多加一个带控制的人才行 带控制带减速的人 维萨吉的这个灵魂超度呢是积累伤害灵界值是110 110点这个对于剧毒来说 大家可以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剧毒这个英雄他的伤害 就比如说我们以三级剧毒有二级的这个被动或者是三级被动 或者一级被动两级瘴器来看 二级的瘴器初始伤害呢是50然后每次伤害是40点 然后再加上一个平A大概也就是说每两到三秒钟可以帮这个维萨吉就单独一个剧毒 就可以带他叠一层这个灵魂超度 而在前期的击杀过程当中由于灵魂超度这个技能的耗蓝过高 所以维萨吉在一次的刚三接触当中也就是放出来一次最多两次灵魂超度 而且由于几方的英雄受到伤害也会叠加这个层数 所以基本上两次都可以确保是满层放出来 前期能够去做到这么高输出的除了像剧毒这样的英雄以外 也就是类似他的英雄 比如说像这个双灯龙的冰火交加和液态火的叠加 大概也就是这两个人了 因为其他的英雄的这个伤害要么就是伤害不够 要么就是一次性就打出来了 因为一次性把伤害打出来了以后 就是维萨吉第二个灵魂超度会攒不出来这个能量 这样比赛牛逼在第四手搬掉了一个CK 有观众问这个测试地图测试地图 刀塔二唯一一个有特殊地图的地方就在游廊里边 在游廊里边搜那个sandbox就可以了 OG在三四手搬掉的是一个小强和蓝猫 看看牛逼这场比赛中午准备用谁去打卡尔吧 其实猴子是可以上的 我不知道这个牛逼有没有 ICT有没有练过中单猴去打卡尔 如果练过的话可以用 中单猴去打卡尔的话 沙王跟维萨吉这两个英雄如果来游走是有很强的一个击杀能力 这场比赛由于已经是给卡尔拿了沙王 所以应该不会再去拿船长这个英雄 牛逼在第三手是拿出了一个帕克 这个帕克难道是SCC去打吗 我感觉这场比赛其实发条可以上 因为之前这个KP在之前的比赛跟IG的比赛过程当中 KP的这个发条表现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而且现在发条没有被搬 这个英雄本身也还可以上场 不过发条拿出来这样比赛他们没有拿冰女的位置了 我估计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他没有选择去拿发条出来 牛逼在第三手拿出帕克的话 这个帕克打三打二都有可能 看到OG的第三手拿人 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由于这个今天啊 由于今天我已经是连续直播了11个半小时 所以如果大家这个待会儿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到的 或者听到我有些口误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理想 这个谅解一下啊 因为确实直播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顺便广告一波 顺便广告一波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可以加群或者关注微博 也可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这个打赏啊 打赏一波 好了我们这里广告做完 来看一下拉比克 第三手OG是拿出了拉比克 拉比克好像一般是交给Jerox去打吧 Fly的这个小歪 今天估计整体下来的这个直播时间有可能要超过 如果这场比赛也打成BO3的话 今天就有可能是要 这个直播时间要达到将近差不多15个小时了 145个小时了可能就要 看牛逼第三手 在对方拿出拉比克以后 能不能考虑拿个中单沉默呀 沉默现在没有被扳 拿个中单沉默我觉得是一个办法呀 拿一个中单沉默的话 这个牛逼是有一个 最后一手 有一个可能性是可以考虑拿狗 拿一个狗 然后不管是帕克也好 还是沙王也好 这两个人二选其一 其中一个人带狗 然后沉默这边交一个大 直接冲进去 可以去抢不了对方卡尔之类的英雄 又比这个第四手英雄想了好长时间 其实真的看看能不能考虑去拿一手这个 先拿了一手女王 没有去拿中单沉默 还是求稳了 看到OG第四手 OG的现在备用时间倒是还比较充裕 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比较充足的 现在差的是一个三号位和一个一号位 三号位的位置 这档比赛需要去拿一个孔 兽王可以考虑 闲刺也可以考虑打一个兽王 或者打一个 这个这档比赛 NOTEL可以考虑打一个一号位的 NOTEL可以考虑打一号位的剧毒 也是直接把这个备用时间快用光了 看来OG也没有想好自己这个后边的阵容体系 应该怎么搭比较好 女王这个英雄比较问金油 OG在第三手是拿出了一个德鲁伊 NOTEL去打这个德鲁伊 牛逼这个阵容确实四个英雄都比较脆 德鲁伊要是把这个灰晓拿出来 跟着这几个人咬的话 是挺让人蛋疼的感觉 说古法好强 为什么没人用 古法这个英雄 你说他强 他是有他的特点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古法这个英雄 他第一没有硬控 第二没有稳定的爆发 第三身子骨很脆 第四没什么自保能力 所以这个英雄上不了场 就是他需要装备 他需要装备去弥补他这些缺陷 作为酱油味的话 没什么用 他技能只有伤害 但只有伤害的英雄 而且他这个伤害的施法范围还很短 施法距离很短 范围很小 这张比萨奥地在最后一手 搬这个狗还是很机智的 三号位的前四爷的雄德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因为如果你打一个三号位 得鲁伊的话 你一号位怎么办 大爹就只能去选择 去用VS这类的一号位了 选择是给前四爷拿了一个人马 人马小歪得鲁伊 牛逼这边没有什么时间了 在一号位置的位置的人选上面 很可能要被迫拿一个常规的carry 常规的这种天梯型carry了 时间不够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拿这种天梯型 开始拿了一个狼人 mogi的狼人 rcc的女王 mogi狼人 kp的帕克 忍到了最后一手 也没有去拿这个 没有去拿死问 狼人这个英雄在比赛过程当中确实对于卡尔来说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悠久会打狼人 那时候会打 他打过狼人 一看这狼人就想起来 这个有观众最近总是在问的这个关于赛拉的问题 有好多人也是在问赛拉还有没有可能去打职业 有没有队去要的 其实赛拉缺的不是 他缺的不是实力 赛拉缺的是脑子 感觉好像是又是卡住了 我们这个队友又是愉快的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被淘汰了 安娜的卡尔牛逼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要打这个卡尔的话 感觉也是有些困难 狼人的BKP一旦做出来 加上帕克的这个沉默 加上女王的子愿 这些道具都是对于这个卡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克制作用 NOTEL的这个出门是本体一组吃树 小熊一个补刀斧加圆盾 这场比赛刚上了双方的这个插眼 牛逼这里 Mogi出来以后没有遇到对方 牛逼这是一波慢开悟 牛逼一波慢开悟过来找德鲁伊 这里破物 破物以后呢 NOTEL这里是本体破物 然后用小熊去给自己开视野自己藏在树后 这里举一手 这里有可能拿到这个狼人的遗血了 拉住 伤害不够 安娜的卡尔天火呢 这天火不给一发吗 没有就给这个天火 下路的小熊有点危险 不过这个小熊出气血量确实太高了 NOTEL这个地方自己莫名其妙的去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一发小熊 这个躲一下这个法球 对方又是一波核击 NOTEL这里是被对方击杀掉了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方人的动作 卡尔师傅这里 这个杀王看看穿刺一下 卡尔这个地方 哎 这里卡尔是点死了这个卡师傅的杀王 上路KP这里拉住 卡尔天火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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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放 就是不放 但是还是成功的击杀掉了这个帕克 KP这样比赛在上路这个帕克也是被对方针对的比较惨 不是这个这两个这两个卡尔的一个天火 他这个卡尔没有杀到这个人 难道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少拿好多钱啊 小白这里落地一个超高障碍的平A 是K到了这个人头 那么这样开局是成功的一个4比1 OG这波打的也是 打的比较比较果断啊 前期的一个击杀的技能释放 还有这个对于对方 不管不管你的这个人有什么技能 反正我想好要杀你 我就把技能先甩出去 牛逼前期的一个对线还是不太顺利 不过这个前期对线现在毕竟才刚刚两分钟不到 双方的精力差也还没有拉开太多 等级方面的差距呢 卡尔也是领先了半级 看看牛逼这个两个人的一波开悟 这里天火砸出来 没有用上这个伤害 小白直接是拿到这个人头 这里应该是要瞄着这个安娜去杀 一个灵魂超度打出来 直接击杀掉安娜的一个卡尔 但是小明这里也要被对方两个人合击至死 小白这个英雄前期的这个平A伤害 实在是有点高 看看沙王给一个参刺 小Y现在有三级 他还真不是特别虚拟 你别说 这等级太高了 女王他现在不过就只有三级 这女王不敢往前跳 他跳过来的话 对方卡尔落地的话 这边直接就被带走了 弗拉这里被卡尔反补 这波前期对线 目前打成了一波7比2 刚才女王是有点机会 能够去毒死对方的这个小Y 但是也是被反补了 现在补刀方面 这个人马的补刀有点变态 前四级圈12正补 12反补 那卡尔在装备方面 还是选择要再多去补一个 这个挂件 把自己的属性稍微撑一撑 就是这种现在双挂件的卡尔 之前有一期视频里边 有一个人问过 我就是现在为什么卡尔 多久能出双挂件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为撑蓝上线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在此之前 这个卡尔的一般的装备套路选择 是去选择出这个 一个王者界 或者有的是 去出一个这个天鹰界 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一点 自己的这个蓝量 或者是回蓝 我这块是什么情况 我这边好像绑断了 我这边绑断了 大家稍等啊 大家稍等 我这边绑断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好像好了 好像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这边刚才绑断了 直播间里边 我把这个串流关一下 重新开一下 看看能不能连上 这个 连上了 连上了 传在里边绑断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但是从人头数上来看的话呢 现在双方的一个人头 没出现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出现变化 应该是问题不大 看一下中路这个位置 安娜又是拿到了一波双杀 这里我刚才触切出去 发了一下一个弹幕 这里没有来得及去 给大家去说 这里卡尔杀到对方的帕克 是利用自己的队友 配合交了一个天火 利用这个天火 拿到了上路帕克的一个人头 然后中路这里自己 又是点死了对方的一个杀王 拿到一发双杀 这样现在五分半钟 卡尔的一个经济 目前是全掌第二 2200多 看看上路 前四爷这个地方好多人 遭遇 有没有给一条踩的意思 这里一条踩踩了三个人 这里被对方炸出一个被动 人死肯定还是要死 其实他应该在临死之前 考虑去把自己的输出打出来 刚才那种情况他肯定是要死 被杀王点出被动来以后的这个减速 会让他绝对不可能逃得掉 这人马跑上来也是直接一个双人舰 这摩基 摩基要这关其实要稍微悠着点 这人马第二个双人舰的CD已经好了 再给上一个双人舰 怼一波的话 这还真是有点吃不住 这里看一下 怼一波有有卡尔 这里拉一下 但是真正的输出其实是来自于对方另外两个人 这里一个平A女王上来以后 这里被扬住 切一个冰墙 沙王再一个穿刺 穿到两个人 Jerux这个位置人马开一个大 往前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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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去撞这个沙王吗 这里ICC完成一波双杀 女王这波很赚 看看上路 摩基的狼人 现在手里边是假腿 加上这个 一捕刀斧原盾 还有一个大药 狼人确实依靠自己这个高等级的被动 回血确实回得太快了 安娜刚才利用自己的冰球 加上队友提供的争取了一点点的这个时间 是差一点创造一个奇迹 看看这个拉比克 拉比克这里举一下 往回撞 砸晕对方的女王 但是自己还是要死 炸出来一个被动以后呢 卡师傅的下一个穿刺也马上好了 女王最后一个平A 拿到这个人头 经济方面只不过就是前期安娜 打得太顺 目前双方整体的争计差是1000加 9比6的一个人头 但是卡尔现在是全场第一 这个就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 卡尔上路这里空到一发加速 下路杀王又是一个防插 女王一个大 我的天 这个爆发确实有点高 上路拉住 人马上来 给一个双人剑 再给一个叔叔 再踩一脚 卡尔接一发天火 再加一个电 人马这里开大 但是开大好像没有撞到 对方这个狼人 狼人这回头是吃一个大药 你双人剑给一下小Y又上来了 小Y又上了 两个人兵分两落 直接往里怼 拉住 杀王 穿刺 卡尔天火 带走狼人 这个杀王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前四季的下一个双人剑已经有了 给一发双人剑 再一个平A 卡师傅的杀王这边也是被对方带走 两个人不要相互炸 对方的两个雍兽上来收割了 这个雍兽收割了 小明的这个是两个雍兽确实溜了 这波 雍兽因为现在这个攻击力加的比较多 而且这个恢复的也是比较快 所以这一波的收割呢 也是导致我这两个人完全跑不掉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女王的经济追上了 ICT女王现在超过了对方的一号位和三号位 那么不过距离安娜这个卡尔还是有点差距 另外就是卡尔这边已经快憋出自己的这个点金手了 十分钟点金手 这个速度算是正常发育吧 十分钟四千的经济 其实你对比这场比赛这个安娜的卡尔啊 中端卡尔跟上一场比赛就是老干爹崩盘的那个卡尔 当然了这个视频观众可能看不到 我那场比赛我没有发因为太难看了 对比那场比赛的这个卡尔的话 就能感觉出来 其实那场比赛 没避这个卡尔的补经济能力真的已经很强了 像这场比赛这个卡尔正常发育十分半钟 不过也就只有四千五的经济 而且他现在的数据是一个四杀两死四处攻 数据也是非常好看 德鲁依的装备方面 这场比赛无疑又是一个熊德 因为他现在这个身上等于是没有装备 全都在小熊脸上 小熊选择的是一个草鞋 然后先做了一个封脸 先做一个封脸 然后再去 估计是先封脸 然后再去补点尖 再去出灰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四 小熊出封脸 还有一个好处 就可以比较早的 实现一个无伤打野 而且封脸这个到底 由于现在加二十攻 对于小熊来说的一个补刀帮助 也是比较大 这里德鲁依应该是直接 德鲁依这个地方应该变人形吧 变人形帮着打野呗 拉一波野后来打野就可以了 还是这个一棒 想去杀一下对方这个帕克 偷到了一个反球 不错 对方是一波开悟 我看看ICC和小明的一波开悟 女王死玲珑两个人来到下路 这里荣德感觉是要走远的尿性 这里好一嗓子 但是被帕克大招定住了 这个时候对方的这个魔法爆发 还是有点高的 不过上路这里 前四爷加上 弗拉里人马加小Y加卡尔天火 又是收到了对方一个杀王 卡师傅的杀王 这一波被杀了的话 自己的经济就稍微有点崩了 到现在为止 经济排在倒数第二 只有2200块钱 我这也顺势是上路来拆一波塔 看到女王过来打一套 安娜这里回车 切隐身 对方这里打了一套技能以后 女王的一个大 安娜这里要被毒死了 漂亮 卡尔这波被毒死以后 女王的经济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德鲁伊的经济 现在距离自己的点金手 好像是不打算错了 看来打算是依靠小熊的疯脸 直接去出灰奥 确实如果他再用2000多块钱 去买一个点金手的话 会导致自己的这个 灰奥出的太慢 不过这几个补刀啊 这个Notel的德鲁伊 这个补刀 真是真的是有梗 这不开玩笑 真的是有梗 卡尔的经济目前还是稳定在全场第一 那这里准备是 还是直接他的师 去把这个A杖赶紧憋出来 女王是纷争面纱 然后去夹腿子愿 狼人现在的经济排在全场第五 他的这个经济也比较惨 装备低下 先做的疯脸吧 应该也是 果然 OK这里也是先是夹腿疯脸 然后去出练 出这个避章 牛逼这波开悟 这波的开悟是四个人的一波开悟 那么女王没有开 女王这里接着回到线上 应该是去洋装啊 洋装自己 这个比较怂 这波开悟 后呢这个眼刚才是看到了对方 卡尔往回走 卡尔这个地方破掉了对方的雾 但是还是被对方看到了 沉默给上 狼人变狼 他个给大 这里反应插眼插出来 直接带走 这个牛逼的这波开悟 绕后还是很漂亮 这个也加上确实OG在保护眼方面做的不是很到位 到目前为止地团只有这儿有一个眼 其他地方是没有眼的 这也偷到了一个女王的痛苦尖叫 拉比克现在偷到这个痛苦尖叫以后爆发现在比较高 看看能不能配合对手去搞一波事情 他现在如果能够配合人马去找一波人的话 他的一个满级状况能留 加上一个好加人马的彩和双人剑 再加卡尔天火 基本上可以 伤害应该是除了对方的这个狼人和有满层皮的维下级以外 其他人应该都能秒 说实话 这场比赛也就是牛逼打OG 这个要是VG打IG的比赛 我觉得就补播 我就睡觉了 那比赛没法搏 挑战自己 不是挑战自己 那时候是虐待自己 NOTEL的德鲁伊现在身上有2600的存款 还是奔着这个灰耀直接去做 帕克出来断一波兵线 现在有法伤的介入以后 帕克这个英雄清兵真是舒服 一个法球一个心血震撼 肯定是能清掉一波兵 今天IG这场比赛都好说 今天真正坑人的比赛是OG打EG的比赛 OG打EG的比赛是今天的第一轮 三场比赛打了四个小时 从上午时间打到下午两点 这帕克这个变阳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 来不及 来不及 有点可惜 那么牛逼这波顺势过来打盾 阿尔这里把天火炸到了Mogge 把Mogge直接炸藏了 德鲁伊往里走 小熊往里开开点视野 卡卡这里埋一个沙子 能走掉吗 手里倒是有穿刺 没有跳刀 但是有一发穿刺 这个盾打到一半打不了了 肉山开始非常开心的回血 小Y这个位置被对方找到了 这块是有眼的呀 又要继续打盾 卡尔的A杖应该是已经做出来了 再拿 拿到A杖以后又附带了带了一个小蓝 这波看来还是强行想要去抢掉的 这个肉山盾 最起码是不让你打 卡尔这里又是被对方找到 你这 这不长记性吗 这帮人都 哎 我好 我不能理解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刚才这个地方明明已经被对方打了一波先手了 卡尔还从这过来 这每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被对方埋死两次 这样牛逼是拿到了肉山盾 女王带盾 这卡尔真是有意思 这小Y刚刚在那位置被对方 再从滴滴往高地上打了一波先手 然后自己又跑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来 这个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呀 卡尔的经济已经是被对方女王反超 自己还是在努力的在刷 现在是A仗点进 下一个装备准备先去做一个林肯 先做BKB 这场比赛感觉应该是 这场比赛对方破林肯的东西很多 而且破林肯的技能都很不值钱 这里一个天火 安娜是收到了KP的 这个哎呀 你这从树林里边出来了 一张TB被对方两个拥兽直接做脸 女王过来加上Mogi带走 看看中路卡尔这里遭遇了一波杀王 车里边切了一个吹风 对方的杀王是跳刀刚出来 看看上路这个地方 前四爷开大往回溜 狼人这里变了一发狼以后呢 也是没有人有欲望去追他 看看包围过来的Jerox Jerox这个地方有两个小狼是发现他了 其他人的位置 女王是空蓝直接回家补了 卡尔的装备 其实这场比赛先做BKB 比先做这个林肯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更好用一些 先做风杖也行 风杖也是一个选择 因为这场比赛 牛逼主要的控制对于卡尔的影响 还是在这个沉默上面 不是在悬晕上面 这小熊300块是送了 还行 这里小熊是吼了一嗓子 吼了一嗓子以后 对方这些人的站位有点过于靠近 这个小熊是逃掉了 看看征路卡尔的一个补经济的能力 反正安娜这个补经济能力 还是确实值得去信赖一下 上路这里人马 跳刀加上一个笛子 下一下装备准备去做兵甲 小Y的装备是一个秘法鞋 女王的装备是子愿加纷争 下一个装备出BKB 哎呀 中路这里又被搞死了一个酱油 Jervis这拨死的实在是太快了 基本上就是一套技能贴脸就死 杀王穿刺 卡尔这个地方这个吹风给的位置还行 强行拉断这个梦境 拉断了梦境 但是又是在同一个地方被对方埋了三回 这德鲁依是直接一张TP 人马也是一张TP回家 这不 这这一个眼 哎 这一个眼已经杀了对方卡尔两次 小Y一次 这刚明白过来对方这有眼 这什么情况 这个眼真的是太直了 全场MAP 这眼绝对全场MAP 一个眼三杀 而且其中两次杀的是对方的主力 一号位 主力大哥 二号位的中单 NOTEL这里这场比赛 估计应该是一个25分钟的灰耀 现在已经马上23分钟了 估计得25分钟才能把这个灰耀给憋出来 25分钟的灰耀 这个已经是 堪比10年前的德鲁依的速度了 但即便如此 这个灰耀做出来仍然是有它的价值 这场比赛 这里偷到了一个女王的布林克 卡尔这又被沉没了 人马开一个大招 帕克挑刀过来一个大招 又是自己把这个梦境给拉碎 然后自己又死了 安大掌比赛死了停不下来了 小Y也是被牛逼一波击杀 德鲁依赶紧在下路接着刷 这个确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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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德鲁依赶紧把自己的灰耀往出 往出掏啊 要赶紧掏出来 掏出来赶紧去带线 掏出来也不要打正面 掏出来赶紧去带线 这正面现在打不了了 已经 卡尔现在太崩了 这个节奏 德鲁依这个小熊应该是要撤了 OG在前期那么完美的一个开局 打成了这个德行 怼波对方的女王 不过效果不佳 并没有能够起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这里能够还马上能够拿到自己的灰耀了 小熊应该已经要去买了 补了一刀 补了一刀 这个钱就已经够了 我还琢磨着 我说这场比赛 这个安娜的卡尔应该是一个无解肥的节奏了 结果没想到这场比赛打着打着 突然变成了让牛逼领先了7000 而且是反超了7000 女王现在的经济是全场第一 BKB也已经拿出来了 死玲珑是在游戏经的25分钟的时候掏出了自己的一把E杖 看看OG的这个德鲁伊 会要第一波 主动是开悟出来想找一波人 但是你们这个在没有对方任何事业的情况下出来找人 好像没什么卵用啊 这波没有让小熊先过来 小熊先过来的话 不让对方跳刀出来还好 看看上路这个帕克直接挑刀进去 这里Jerox进来以后 找到了这个帕克 天火炸到了 没炸到 人马开一个大 举起来以后 这里灰耀过来开烫 直接带走 Nutile的这个灰耀第一波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 拿到了一个帕克的人头 收了343块钱 下路则是卡尔继续赶紧去疯狂的代谢 进攻眼是不是要再补一补 可以考虑再补一个进攻眼 在这种位置可以补一个进攻眼 这里 这个偷的 拉比克偷到了一个技能还是6 这里又偷到了一个穿刺 这里直接往上走 还在秀对方 这个再藏树林 但是对方有庸兽啊 你们别藏树林了 对方有鸟的 对方这有鸟的 你们藏树林搞什么鬼啊 卡尔这波回撤是被对方这个现眼看到了 一张TP飞到上路圣坛 这是要跟队友去打架的意思 这里应该是可以遭遇到对方看到小明了 应该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人马这里要跳踩 双人剑打出来 给一个羊 一个垫 拉住卡尔接天火 再加上小熊的输出 挠死 这个小明这么值钱吗 这一个F空了 人马开一个大招 往回撤 卡尔这个吹风 被女王窝去 NCC这个BKB 卡尔几乎是一个贴脸的吹风 都能拿BKB给顶掉 这个什么手速啊 这是 看到下落 卡尔来到下落以后 手里边现在是一个跳刀 一杖 点金手 然后跟的是 先跟的飞鞋 还是没有去跟这个 战斗装 还是先跟了一个这种功能型的装备 那他要在拿到自己的灰耀以后 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自己的这个经济现在是快要追上狼人了已经 狼人这个英雄的刷钱速度 跟德鲁伊还是没法比 不管是辉耀得还是设计得都没法比 这里一个小熊 在上午拿着一个辉耀在烫 没滋滋 主播就是这个运气也是稍差了一点 只烫到了一个远程兵 跟两个进展兵 一个进展兵 刚才下落 人马这里猜大 过来找 KP 这一脚踩 踩住 一个双人剑 直接带走 上桌 这个Jerox 这个站位比较危险 卡尔被对方先手 女王给上输出 卡尔这里没有解沉默的道具 这坐一下留住 过来 我去 收出好高 一把人直接拍死了 300多输出 吼完了以后 这双方的经济差势 又是再一次拉开到了8000加 这牛逼过来打盾 这个盾打完了以后 再稍微刷一刷 经济差势 就可以拉开到1万加了 这女王带盾 狼人带奶 卡尔的经济 现在已经是 被对方的狼人反超了 这场比赛 安娜的卡尔 连续的被对方针对 确实有点难受 卡尔这里复活以后 又是一张飞鞋 直接飞到上路 感觉是 再吃一发神佛 又被对方弄死了 沉默是给早了 我得有点早 这里卡尔有一个机会去切紧身 人马开大 哎 你 你 你 哎呀 憋死我了 直接切紧身走就是了 没有必要去给对方一个吹风了 其实 这样呢 卡尔等于是连续的一个活了死 卡尔 这个帕克是利用自己的法球 心血震恨 然后一个跳刀 闪人 只不过现在由于德鲁伊的一个小熊的疯狂带线 现在也是带的牛逼不太好推塔 小熊这个装备选择是在呼耀以后直接跟了一个碎骨锤 看来这场比赛这个小熊有梦想啊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场比赛 看看这拉比克扔一手 这里铺一个沙子 对方一个穿刺 给上一个子愿 拉比克这波也是惨死 这场比赛完美开局打着打着就迷的不行了 各条线都在死人 酱油也在死 大哥也在死 比这谁死了多啊 这个一个 这里这个眼又是看到了 又是看到了这个卡尔的一个站位 看一下跳刀 这个跳刀躲技能躲的还是比较溜的 跳刀躲技能 这一波直接是飞鞋回家 下落的带线呢 则是前四爷在带 前四爷这里 现在身上是跳刀加上A仗 跳刀A仗 然后再去做兵甲 还有一个笛子 这场比赛 在他的作用应该就是保护这个 当安娜第一波被激活的时候 不至于被对方直接一套技能打死 这个应该是人马主要的任务 看一下卡尔的一个天火 中 nice 人马的满级踩的旋律时间是很长的 2.75秒 这个是足够等到卡尔的一发天火 这场比赛呢 双方的经济差是1万2 德鲁伊 这里还是要先坚决的去出这个枪席 枪席做完了以后 这场比赛 由于对方主要是沉默 所以小熊不需要去做BKB这个道具 而且就算是对方不沉默小熊 小熊自己也会沉默自己 而且他自己沉默自己 这个技能还比较厉害 对吧 你看你们那个沉默能被解 你看我 你看我这个沉默挡不住 停不了 卡尔这里是飞鞋飞小熊 小熊这里选择是一张TP 直接回家先补一波 大叔 小狼怎样跟着对方又不攻击 用M键 就包括你用幻象去扛肉扇 也是一样的 用幻象扛肉扇的方法 就是你框住你的幻象 然后按一下键盘的M 然后点一下肉扇 这些幻象就会贴着肉扇 肉扇对于幻象的判定是 你攻击肉扇就会消失 对肉扇产生攻击就会消失 但如果你是一直M着看着它 含静默默的看着它 用你的菊花去不停的在它身上的摩擦的话 它是不会去消失的 然后这个肉扇就会很开心的打你的幻象 H剑要看你的那个设定是什么 因为H剑的动作是 它是从V3和星际里面遗留下来的一个操作 是后的剑 后的剑的话 它的作用是当你站在原地的警戒 它实际上真正的意识在原地警戒 而不是站在原地不动 知道吧 你如果是按后的剑的话 然后你的攻击的设置没有进行一个 就是从永远不主动攻击的话 那么它在遭到攻击或者对方进入到自己的射程的时候会主动进攻的 这个操作是不一样的 M记得相当于右键并不是 右键当你点到对方敌人身上的则的时候 它是会进行一个攻击的动作 M是只去移动 完全不攻击 这个不管是在星际在魔兽还是在这个DOTA里面的操作都是统一的 就是它会一直贴在对方身上 然后但是永远不会打别人 拉比克这边偷了个梦境缠绕 这场比赛合于德鲁伊跟卡尔两个人也是在疯狂的带线 牛逼现在有点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 德鲁伊下一件装备等这个强袭做完了以后 可以考虑去跟这个A仗了已经 看一看人马 这里人马开一个大被对方吹风吹起来 卡尔这里一个吹风掩护一下 人马再往后撤 卡尔这里提前选择车一个TP 这里能打晕吗 打晕了漂亮 这个狼人的这个碎骨锤天命一个被动晕 这样SAC超神 杀二杀一死七毒 上个Fly这里也是被对方找到一波机会直接摁死了 这帮人到处都在死人到处都在死人到处都在死人 帕哥只有19级 帕哥装备出了一帐 跳到了一帐 然后下一件装备准备去出林肯 Nutile的这个小熊现在是在上路利用自己的灰药的带线 上路小熊又是用灰药断了一波兵 然后船回到下路 这个小龙小熊动不了了 小熊好像卡在树林里 果然 请求观众表示刚才Moggy按错了把奶酪给吃了 这我还真没注意到 感谢咱们直播观众的提醒 卡尔J做出了BKB 狼人是直接耕了一个大晕出来 为什么现在没人玩射击德了 因为德鲁伊自从这个射击德诞生开始 从他诞生开始 就是在7.0以后 诞生开始连续三个版本射击德都是削弱 连续三个版本 这个兽王猎就是熊德都在增强 换你你也不打射击德了 而且射击德现在确实不厉害 这里又找到了一个人马 人马这里开启一个笛子 稍微扛一扛 要开大吗 开大往回走一波 看一下卡尔的位置 卡尔很远的距离给了一个吹风 但是穿风以后自己的一个站位稍微吐了点靠前 且隐身躲一下对方的独标赶紧往后撤 看一下德鲁伊 德鲁伊要死 德鲁伊这波肯定死了 被对方的狼人直接贴脸卡尔 这里这个推波也空了 而且又是被对方KP的大招定在原地 开着BKP往外走 但对方是一个一仗大 这波直接被对方干死三个人 三个人都没有买活 一波两路我直接GG死米达了 直接GG死米达了可以 晚上 猴黑档的加攻击力加的也是非常多 那么死掉的三个人都没有买活 剩下的两个人没有什么冷用 这样的话这波团战应该是崩了 卡尔刚才在这个位置在放完自己的吹风以后 往前走的这个距离感觉稍微有点多 这个牛逼肯定知道你没有买活了 你已经暴露了 你没有买活 你要有买活你不可能放两路不买 杀王这里给一个穿刺 又女王开BKP直接秒掉对方的Jerox 这里人马又是开启了自己一个大招绕了一圈 给上双人箭 杀王这里摇一个大 然后风胀吹起来自己 小熊出来以后 但问题是现在其实已经是三路大兵了 这个还剩这么点一个远程命的血量不拆了他吗 直接把人杀光 把人杀光 这样德鲁伊也被击杀掉 可以G了三路超级兵 然后卡尔刚刚复活 拉一手 切了个灵动瞬节 这里然后第二时间再扔陨石 对方已经是一个布林格撤了 双人员 对方就能先看 那争人员 马远 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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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这也是更新出来了自己的搭炮 紫苑搭炮 下下装备准备出圣剑了 人马这里挑彩 打一波杀王 陨石扔出来 对方的这个杀王成功的一个吹风 那这里开着BKB 但是感觉还是很难走掉 被对方定在原地 接着追着A 直接一死 这边那死了以后也还是没有买活 小Y这个大招也是插在了野外 那么这样的话打出了GG 这样恭喜牛逼 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立刻OG 能够占领到一个优势 因为毕竟这是败者组的比赛 输了就回家了 那么这样OG现在就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 那么如果牛逼下一场比赛能够再次战胜 这个OG的话 那么双方就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名次 排名前三的队伍就全都是中国队了 好了 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来大家订阅和收藏我的这个频道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打场支持 咱们稍后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桑老大叔 我们一会儿见